下面我们来学习知识点 注动词会用在句中表示有可能实现 通常用于未发生的事件中 会本中小哥哥希望长大以后做飞行员 他说我会飞上蓝天 这里的会用在动词前表示一种可能 其他小朋友呢 未来他们想做什么 是的 他们分别说 我会满场奔跑 这位小哥哥要做足球运动员 我会建造乐园 小姐姐要做建筑师 到世界各地建造房子 喜欢开车的小哥哥说 我会驶向远方 他想做驾驶员 那么这位小姐姐呢 他说我会守护健康 她长大以后要做医护人员 这个叫点点的小朋友 计划怎么度过她的夏天呢 是的 点点会和外婆一起度过整个暑假 在橘树下 点点的脑子里有很多奇妙的想法 橘树上会不会有小人出来呀 请注意这里的会不会是正反疑问形式 肯定回答 我们说会有小人出来 否定的回答 我们说不会有小人出来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你说说下雨了 小哥哥想去踩水洼 他需要穿什么呢 对了 他要穿雨衣 不穿雨衣出去玩 会 是的 会生病 出门前 小哥哥对妈妈说 下雨了 不穿雨衣出去玩 我会生病 我们再来看这张图片 天黑下雪了 我还没回家 妈妈会 对了 妈妈会担心 好了 同学们 这个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 玉玲小明说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饱了 吃得很饱 我们可以怎么说 对了 吃得饱饱的 好了 同学们 这个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玉玲小明说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构注词得用在形容词后面 连接状语和中心语 例如 我会勇敢地驶向远方 勇敢描绘了小哥哥开车时的心理状态 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快乐吗 是的 开车时的心理状态 可以用得 也可以省略不用 所以句子还可以变成 现在我一点点地长大 大家请看 喜鹊在建造新家 他们来来回回 是的 他们来来回回地忙个不停 好了 同学们 这个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玉玲小明说故事 夏天天气热 大家都爱玩水 小朋友说 我喜欢扑打水花 玩个够 这里的够是足够的意思 请注意 这里的够 用在动词和补语的中间 玩个够 就是说玩到开心了才停止 动词加个加补语的结构 多用于口语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小哥哥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你说说 他要做得怎么样呢 对了 他踢球要踢个够 他踩水要踩个够 这件事情做到心满意足了 足够多了 足够满意了 足够开心了 才结束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场景 小哥哥过年吃饺子 吃得饱饱的 我们也可以说 吃个饱 还记得这个天气现象吗 是的 下雨了 雨一直下 我们也可以说 雨下个不停 我们再去看看喜鹊一家 喜鹊来来回回地飞 不停地忙着建造新家 我们可以说 他们来来回回地忙个不停 好了 同学们 这个知识点就学到这里 我们继续听玉林小明说故事 称赛